好来看到国内米界指标型赛事 由农粮署举办的2023年 金赚米奖在之前揭晓了前十名 台东获得了台湾豪米组 以及台湾有机米组金植及银植奖 总共有六座的殊荣 其中五座金植奖就有四座是奖落在台东 那么现任饶静林是特地前往台东地区农会 池上香农会以及多利米故事馆等地方 张贴红榜来祝贺呼吁消费者多多采购 一同来享受质感松软细致Q弹的台东豪米 农业部农粮署举办了金赚米奖选拔赛 经过了专家学者的评比 在日前揭晓了获奖名单 在台湾豪米组以及台湾有机米组 台东就获得了四座金植奖以及两座银植奖 针对米的比赛也很多 但是在全台湾最具公信力的一个奖 就是金赚米奖 那么今年如往常一样 台东的米仍然是囊括一般米跟有机米的 金植跟银植奖 那让我们更开心的是 今年台东地区农会在有机米当中 也拿到了金植奖 这几年我们看到地区农会在各个地方 特别是在米植上面更努力的增加精进 让台东的米不仅是只有观山池上地区农会 鹿野等等长宾都是让我们大家更品质的提升 台东拥有纯净优质的天然环境 更鼓励农游采用遵循自然生产法则的耕作方式 优越的品质使得台东好米连年获得金赚米奖的肯定 而县长饶庆林也在今天特别前往台东地区农会 池上香农会以及多利米故事馆等地区账贴红榜祝贺 这个金钻米的一个比赛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 那在去年我们在有机米组拿到银子奖 那很高兴今年我们能够更上神头拿到金赚奖这样的一个殊荣 那我们的有机米是台东地区农会向退伟会 来陈株农地自己来栽种自己来碾制的 那我们的有机米不只是具有有机的认证 我们还取得生态认证 那所以它是一个双认证的这样的一个豪米 那这次能够在全台各个地方的这个有机米 能够脱引而出拿到金赚奖 那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县府的一个大力的支持跟辅导 以及我们台东区农会改良厂的一个辅导 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得到这样的一个殊荣 今年金赚米奖性70件产品报名 分为台湾好米主以及台湾有机米主两组评比 评分项目包含品牌形象 通路普及度 外观品质以及实位值等多个项目 台东米能在激烈的竞争下拿下6项奖座 也展现出台东的农业实力 记者杨子轩台东市报道